哈喽创业家们 今天事业经营的还顺利吗 这个影片我们就来聊聊 真名教授智能商业20奖的第三奖 智能商业双螺旋制造大公司吧 今天影片主要在分享的是 为什么有些网络企业可以做大 那为什么有些网络企业却无法突破呢 全球前十大企业里面 已经有五家是纯粹的网络企业 那就是美国的Google 亚马逊 Facebook 和中国的阿里巴巴 及腾讯 这几家企业的市值都超过了3000亿美元以上 那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开一点 看看过去几年新冒出来的独角兽企业 像是Uber或Airbnb的话 你会发现最近这几年冒出来的独角兽企业呢 根本就不容易达到前面几家企业的高度 甚至也不容易突破千亿美元的天花板 那是为什么 从这边我们就要去谈谈 纯网络企业成长的两大核心 第一个是数据智能 第二个是网络生态 你会发现前面提到那五间大型企业 这两个核心他们都有掌握得到 所以才会使得这五家企业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面 成为事业上最有价值的企业之一 那数据智能讲的就是如何透过AI人工智慧 有效率的连接供给方和需求方 而网络生态呢 讲的就是一个如何共同创造一个共好 共融的生态圈 我们以Google的商业模式来说好了 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说 Google是一家搜寻引擎公司 但从商业的角度来看 Google其实是一间超大型的广告公司 它商业上的重大突破 就来自于这两个核心 第一个是它能够透过数据智能 推出精准的营销广告 第二个是它利用广告分论机制 去创造出一个基于网络生态的广告环境 这怎么说呢 我们先从第一个 利用数据智能推出精准营销广告的部分来看 Google除了可以透过他们的老本行 搜寻引擎 去了解顾客的需求之外 它还实现了广告价格的即时拍卖 在过往一个广告要花多少钱 都是由刊登广告的媒体来决定它的价格 而Google透过数据智能的突破 去拍卖了不同领域 不同时段 不同的广告的价格 经过线上即时竞价的方式 来最大化他们的利润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的广告网络生态到底做了什么 他们很妙 透过广告分论的机制 Google成功的把很多很多的小网站组 和很多很多的小广告商给相互连结了起来 在以前大多数的小网站 根本没有机会靠卖广告去赚钱 但现在这些小网站可以透过Google的广告分论机制 去赚取广告费用 而成天上万的小广告组 就可以透过Google广告的后台 去选择说 它的广告到底要放在哪些网站上面 而这种多方接银的方式 就是Google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面 成为全球前十大企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最近冒出头的独角兽企业是不是也这样呢 你会发现啊 不管是Uber、Airbnb 或者其他最近的独角兽企业 他们的本质都仅仅只有数据智能 都是透过数据智能快速串起买方与卖方 以Uber来说 它就是快速的将一个乘客和一个司机 快速的匹配起来 那以Airbnb来说 它就是快速的将一个乘租方与出租方给匹配起来 而且由于这些场景都是相对简单的 所以它并不容易创造出一个更加多元的网络协作环境 也因此这些公司最多都仅值百亿美元而已 并不容易突破千亿美元的天花板 更别提成为全球的前十大企业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创造一个千亿美元以上的企业的话 又或者是要能够在未来竞争当中能够脱颖而出的话 你就要在一个足够大的细分市场当中 做到数据智能与网络协同的值的突破才行 以这个角度来看 说真的 现在很多的传统市场 根本就都还没有开始发展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期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你 我是黄阿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看完今天影片 若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又不想错过下个影片的话 你可以选择订阅我的影片 如果你是从FB上面看到的话 请记得按赞并且点击抢千看 如果你是YouTube上面看到的话 请记得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又或者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话 也欢迎你到我的官网上去看看哦 请记得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如果您有点赞并且打开小铃铛